蔡英文的论文门事件的持续发酵 昨天48位岛内大学校长被问及 是否相信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是真的时 只有6人举手表示相信 其余就近9成的校长则不表态 包括蔡英文曾经任教的 台湾政治大学校长郭明正 国民党明代陈学胜 14号在台立法机构里点人头 询问在场的48名岛内大学校长 是否相信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是真的 现场仅有6位校长举手表示相信 其余的校长则未表态 值得注意的是 蔡英文曾经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 按照规定 其申请到该校工作前 必须缴纳自己的毕业证书 但台湾政治大学校长郭明正 昨天也保持沉默 推说很多事情都还在调查中 不方便表态 没有为蔡英文的毕业证书背书 此前蔡英文办公室 曾公开蔡英文博士论文原稿 并将论文风波的责任 推给蔡英文母校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称是学校搞丢了论文 昨天当被问到 有时遗失过毕业论文和毕业证书时 在场的校长们 没有任何一位举手 对此 台湾联合新闻网形容称 现场大学校长一片静默 不少岛内网友也直言 太尴尬了 蔡英文还有什么话要说 还有网友表示 不相信蔡英文的论文是真的 甚至有网友直呼 蔡英文是台湾的耻辱 针对此事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丁允公 依然甩锅蓝莹 称这是在搞政治勒索 称大学校长没有义务配合政治作秀 不过很显然 这样的解释很难让岛内民众幸福 要求明年下下民进党 下下蔡英文的呼声依然高涨 面对蔡英文的博士论文 是真是假的询问 多位岛内校长却是保持静默 这也引来新一轮的质疑声浪 各方的观点请孙昊带来梳理 孙昊 好的 张慧 民进党今天专门开记者会 批评蓝英明代陈学胜昨天做的做法 陈学胜则进一步反抢说 有关单位邀他16号去政大看相关资料 但他决定不去 因为有太多限制了 一是只准他一个人去看 不准待人 二是不准拍照 不准录影 三是连手都不能碰 这样他是要如何分辨真伪呢 他不是专家 他很想请比他更了解的吕秀莲 一起去看 但却遭到层层刁难 为了平息外界的质疑声浪 蔡当局进行过数次的解释 不过每次解释之后 不仅不能自证清白 反而会增加更多的质疑 台湾中时电子报就报道了 伦敦政经学院 日前发声明背书蔡英文的 法学博士学位 但台湾媒体人彭文正 跟学者林环强等人 却持续提出质疑 林环强表示 对蔡英文而言 最关键的致命规定是 申请人一生 只能申请学位补发一次 然后她却在曾经不同时间 出示过三个不同版本年代的 博士证书 让人不可思议 有台湾网友直接就表示 任何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 都不可能相信蔡英文了 台湾民众选了这么一个假博士 当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真是个笑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